毒害物質潛藏在空氣裡 在周遭環境 也在塑膠聚品 不知不覺長期接觸 都正悄悄奪走你的健康 環境讓我們在身體累積以後 問一下很多器官 尤其是生殖器官 男生 女生 男性睪丸癌 女生是卵巢癌 子宮內膜癌都會比較高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在你環境荷爾蒙上升的時候 你小孩發育還是會受到影響 因為小孩的荷爾蒙的容忍度會差很多 所以有些人說長不高 什麼那些都是 可能這部分還是有相關 常用的塑膠製品 在高溫 酒精或清潔劑的作用下 會融出環境荷爾蒙雙分A塑化劑 或是塑膠微粒 就算標榜是不含雙分A相對耐高溫的PP塑膠 也不是絕對安全 PP比起PC來說 它比較不會含雙分A 但是它溫度一旦提高了 例如說我們的80、100 甚至120度以上它就會融化 漸漸會融出一些有害物質 國外研究曾證實 PP塑膠奶瓶 預高溫會釋放出大量的微塑膠 當水溫在70度時 水中每身一體會釋放出 約1620萬個塑膠微粒 升高到95度更是飆升到5500萬個 就連在常溫水裡 照樣有塑膠溶出 而到底什麼材質才能讓孩子 放心用 醫師建議醫療等級的PPSU最安全 PPSU算是比較新的啦 它本身是把雙分藍跟BPS 那另外它在高溫長期使用上 溶解出來的毒素 會比PP跟PCR來的更少一點 甚至有些研究發現幾乎驗不到 比起市面上 一般塑膠水壺 預熱變形 用久了變色物化 都可能釋出有毒物質 PPSU原料高穩定性 耐超高溫198度 套用在雲朵杯上 可以做到滾水煮沸消毒 反覆加熱長期使用 也不怕變形 才是家長要的極致安全 就是我目前幫小孩子 挑選水瓶的方式 會是第一個就是選知名的品牌 那再不然就是 我可能會選有商品檢驗的 然後如果是有醫療等級的話 購買起來會比較安心 然後小朋友很喜歡丟東西 然後或者說出去玩的時候 很容易摔倒 那我就發現它其實用起來 它就是翻了小朋友這樣 也不會側漏 那我就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平常上班 也會背個大背包 隨乎也會在那邊晃來晃去 所以我自己大人 我也買了一個 雲朵杯採用頂級 德國PPSU原料 通過SGS180度 一小時耐熱合格測試 更能抗腐蝕 成裝酸鹼性飲品 都不怕變質 瓶身耐摔耐磨 因為從設計到開發 都是專為孩童量身打造 因為學校老師希望小朋友 帶水瓶的時候 是透明的材質 方便可以監控到 小朋友的喝水量 所以我們在找水瓶的時候 發現了市面上的材質 幾乎都是Triton 雖然Triton的耐熱性很好 但是我想起了小朋友 小時候的奶瓶材質 PPSU 它的耐熱性可以到198度 UV可以到1000次 所以就開始興起了這個設計PPSU的水平 材質安全無餘 功能性也要貼近孩子需求 矽膠矽嘴柔韌性高 一按集開項蓋不壓鼻 還有安全鎖設計 360度零死角不怕漏水 100%全杯可拆洗 全家人用得健康 才能徹底遠離毒害 享受純淨的生活日常